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阿伯 阿伯 病菌需要离开病人的身体 而侵入一个健康的人体 结吻也是一种直接传播病菌的方式 这好不错 请大家在家里最多看 这会香火焦烦的好灵 没办法的这个比销炸 三个月没在家里 只有天后没在家里 你看那三五岁吗 但是我也是天后餐餐餐餐餐 哦 你看那我最心最爱这么对 农家的道女们 在奉依独食之余 举行服装展览 你好 欢迎收看影响世界 台湾是一个变迁快速的国家 半个世纪前 政府的政策是要请妇女劫育 但是如今台湾要拜托妇女多生孩子 半个世纪前我们还在教农民要撒农药 现在很多农地都休耕了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的节目统筹 林木才跟我们聊聊今年影展的单元时光台湾 用纪录片回去看半个世纪前的台湾 木才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我们刚刚看到那个影片 其实是今年时光台湾这个单元的集结 听到很多很熟悉的腔调跟讲话的方式 但是又觉得很陌生 然后看到这些影片 就真的是用纪录片回到了半个世纪前 它约末是1951到1965 那个年代其实对台湾来说很特别 是一个美元时期的年代 那时候美元其实它应该定义上来说是美国援助台湾的时代 那我们都知道台湾是1949年国民政府从中国迁到台湾来 然后1950年韩战爆发 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 美国开始意识到亚洲开始要去 开始可能有一些纷乱 所以美国的势力有点想要介入 战略地位非常重要 那台湾刚好又在一个亲皇不介的年代 所以它从1951年到1965年的时候决定了一个政策 是它每年会借贷给台湾1亿美元 1亿美元 对 1亿美元 去让台湾做各种民生或农业上的概念 然后1亿美元现在听起来就是1比30 大概是台币跟美金的汇率 可是当时候的汇率是1比40 而且当时候台湾的一般 就是比较优渥的薪水 一个月是1000块台币而已 所以1亿美元对当时候来说是一个超级添价 对 所以后来这1亿美元 我们有还吗 有有还 就是因为它援助了台湾15年左右 那台湾最后是欠美国14.8亿美元 那在2004年1月的时候已经全部还完了 对 好为什么我们也要讲到美元时期 时光台湾这个单元 就是那个时期的时候的台湾的那个时候的状况 对 那当时候除了美国政府援助台湾之外 它也推行了很多民生建设 像是我们知道中部最有名的西螺大桥 它就是美元时代用美国的资源盖的 然后像营养午餐 第一份营养午餐也是 那还有非常多各种民生政策或是设施的推展都是 对 所以他们那时候有个单位叫做农业复兴委员会 对 这个农业复兴委员会全名叫中国农业复兴委员会 它是美国跟台湾一起 算是共同组成的一个单位 那他们的这一亿美金就是拨到这个单位去 然后让这个单位可以去做应用 但是其实台湾并没有权利去管 你这一亿要怎么用 都是美国决定的 好 在农复活时期其实就拍了很多的纪录片 对 然后不管是教农民怎么撒农药 或是怎么节育或是卫生要怎么注意等等 你的饮食健康要怎么注意等等 这些事情都拍在纪录片里面 对 可不可以谈一下为什么今年营展要特别 对 非常特别 我一直对于过去的老的电影很有兴趣 特别是记录性的影像 那我在2010年台湾国际纪录片双年 那时候还叫双年展的时候 策划了一个叫记忆九九的单元 因为2011就是民国100年嘛 那2010就是99年 所以我觉得应该趁着那次机会 用影像去回顾一下台湾的历史 所以我们就找了非常多的政宣影片 想要讨论 不管是当权者也好 或是有权利的人也好 他怎么去用影像传播他的意识形态 那在当时我其实看了非常多 从来可能一辈子没想过的怪怪的影片 那今年就是又回到影展来做节目策划的时候 我就在想说 因为影展它并到国家电影中心里 那国家电影中心其实有非常大量 几万笔的胶权和数位的影像 这些影像从可能最早从1920年到现在都有 那我作为一个影展的策划者 其实有一点想要说 能不能用影展 然后用节目策划的方式去梳理和重新回复台湾的历史 对 所以其实我们刚刚看到最前面看到那段影片 是你们在好几百卷影片里面挑出来的吗 对 算是 那一开始看这些影片 当然就是先把胶卷挖出来 看看这个胶卷有没有坏掉啊 那它可能还要转档等等 可是看的途中 因为我对台湾史没有那么的了解 所以虽然看到很多很有趣的影像 可是我却没有办法去分析它 或是说不晓得这个影像的意义在哪里 对 当时为什么要拍这样子的注尽 就是不太了解 所以看了很多还是看不懂 那可是看了越多之后 你会发现它有一些共同性 譬如说有的影片会很强调养猪 然后有的是强调农业改良 有的强调家庭人口 或是说卫生教育 那我就因为这样子去问了一些 比较熟台湾史或是美元时代的朋友 那他们就一一告诉我说 这些影像的由来是为何 然后你如果要策划的时候 可以走什么方向 那最后我们勾勒出来就是1951到196 这个非常重要的美元时代 我们用现代的眼光再去看过去 你会发现有很多东西是你过去曾经忽略的 可是你拥有现代的眼光看之后 你会发现那些东西其实就在你身边 而且深深的影响我们之所以成为现在的样子 我们先看一下刚刚木材讲的几百卷胶卷里面找出来的精华 然后我们先看一下家庭计划好了 他其实在半个世纪前的台湾 其实可能大家稍微回想一下 我们的爸爸妈妈那一辈 他们有十个左右的兄弟姐妹 就是当初其实台湾还没有开始进行人口计划的时候 对 的状况 那时候其实已经开始想说 嗯 妇女应该要做节育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很精彩的影片 各地的调查及工作资料都在该委员会以电脑处理 每一份资料都分别打卡 打卡后的资料经过电脑加以分类 和中央处理机的分析统计与记录 这样全省家庭计划工作推行的成果就可以按月公布 家庭计划大概是在1960年代左右开始推行的 那它推行的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其实台湾在 那之前生育率一直很高 或是说但是民生资源却远远不足 所以政府其实有有在想要节育 或者是说政府跟这些当时候在美国的官员 或是专家开始讨论 未来这个台湾要怎么发展 那他们提出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 人口应该要节育 否则 比如说孩子会养不活或是教育等等 他们的状况就会下滑 那另外有一个原因也是配合美国当时候 它算是一个科技大国 所以他们常会吹出很多新的用药 或者是医疗用品 那当时候六年代吹出来的是叫做乐谱 避孕器 对避孕器 但乐谱其实是一个侵入人体的避孕器 它会带给你非常多的副作用 那有一点点挂钩就是说 这个药厂其实跟美国的政治也有一点关系 所以借由美国在全世界的势力 也有一点把这个东西推往全世界 那虽然这样讲好像不太好 可是事实上 只要是当时候被列为第三世界国家的 它有一点会变成美国这些新科技的实验品 所以其实台湾人在当时候 好像也有点委屈 但是你又会觉得这真的是一个搞科技的东西 那当这个家庭计划开始推行之后 其实短短五年之内就有很明显的成效 那它甚至影响了 就是说从六年代到之后的二十年 甚至到现在台湾人口结构的变化 美国因为发展了一些科技或是医药技术等等的 所以就倾销到第三世界国家去 农药这件事情其实也还蛮明显的 没错 我们从这一批影片里面看到 有很大一个部分是在讲 教农民怎么撒农药 然后教农民一些种植的 那要怎么讲 知识 新的方法 对 一些比较科技的方法 好像也都跟这个有关 对不对 是 那对 除了它应该专业术语来讲叫农机改良 农业机械的改良 是 所以它会推出很多大型的农业机器去取代人工 告诉你说怎么样可以更有效率的耕种 所以在我们今年放的片子里 有一部片 它的片名就非常有趣 叫做农机花木兰 是 对 它就是说有一个女孩 她就是放弃人工 人工耕种 耕种的方式 她要用现代化 现代化的方式去耕种 所以她花了三年的时间去钻研 这些农机该怎么用 怎么用等等 最后终于出人头地的故事 听起来很好笑 可是 它确实反映了那个时代 时代的背景 对 然后另外还有一部也很有趣 它片名叫新时代的千猪歌 嗯 那千猪歌就是台语嘛 堪迪歌是 带猪去配种 所以她也是在讲说 你怎么用现代化 让你的畜牧业农业的产量可以更好 那当然那个农药也是其中之一 只是当时候一定会觉得 哇这是高科技 然后非常对你的耕种很有帮助 可是你从现在看 包括食安问题啊 食品问题这些 你就会发现当时候的好 其实现在不一定是好的 对 这片子里面还有一些 它是有情节的 对 像我们接下来看这部片子 它就是一个英俊帅气的 农业推广的年轻人 到了农村去之后 然后跟当地的农村的小姑娘 有一段很纯纯的感觉 可是事实上 它这个影片都是在讲 推广农业跟农药这件事 我们先看一下精彩的影片 时间不早了 拜计了 这首歌要唱歌 这首歌就要配音 这首歌会精善的好灵 其实这个影片其实还蛮长的 大概有二三十分钟 可是中间有很长的一大段 都是这个 英俊帅气的农业指导员 在教大家如何正确食用农药 对 这个片子叫《农家好》 它是大概1954年 最早被拍出来的农业教育电影 那因为事实上这些电影 大部分都是以政令宣导 为最主要的目标 只是如果一直讲一直讲 大家会觉得很枯燥 所以当时候的人就突发奇想想说 他应该包装一些爱情的情节 所以像大家刚刚看到的就是说 一个看起来很现代化的农业推广员 她到了乡下去教大家农药要怎么使用 结果这个住在村子里的小女孩 她就有点一见钟情喜欢上这个推广员 然后那个推广员 你也可以看到她穿西装 或者 那可是其他人都穿的 比如说没有穿鞋子 穿的比较破破的这样子 她也是对比到说 其实好像整个台湾都在 希望那种现代化的来临 然后也把美国这个东西其实 推展到比较高的地位去 对 我们讲有剧情的宣导片 其实另外一部片叫《糊涂老二》 也还蛮有剧情的 对 他是讲说 一个没有穿衣服胖胖的农夫 然后因为 他不晓得如何使用农药 所以他一喷农药 他没有戴口罩 所以一喷农药 他就吸入那个农药 他在田里昏倒了等等 讲说这个糊涂 其实说会造成你生命上的危险 所以你应该如何正确的去使用农药 那剧情是非常好玩 可是他还是回到那个正经宣导说 农药这件事情 如果你不好好使用 会对农夫造成很大的灾害 尤其是其实像60年代 50年代开始到70年代 其实有非常多传统的农夫 因为农药没有弄好 而造成自己的伤亡 对 其实即便到今日 都还是不时有这种事情发生 或者是你的农药使用不当 或者是吸入过多 有时候是会造成农民 就他其实这种事还蛮多 就直接就在田里昏倒 有一些农民其实是昏倒了之后 再醒过来 然后其实他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然后就继续如常的工作 对 对于台湾的土地或是人的健康 慢慢它的影响 现在我们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我觉得这个单元蛮有趣的 就是说 透过这可能40到50年的时间 我们用现代的眼光再去看过去 你会发现有很多东西是 你过去曾经忽略的 可是你拥有现代的眼光看之后 你会发现 那些东西其实就在你身边 而且深深的影响 我们之所以成为现代的样子 对 我才讲到过去的事情 深深影响到现在 其实我们现在吃这件事情 也很受过去的影响 对不对 其实台湾人以前是不吃起司 对 或是也不吃牛肉 有很多台湾传统的农家是不吃牛的 可是在那一段时间之后 大大的改变了我们的饮食 对 包括像西方的食物 像麦 或者是像牛奶 起司 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当时候传 有点像传过来的 那因为台湾跟美国的关系 所以有一段时间 其实我们也是大量购买美国的粮食 那这些像我们知道过去 大家比较贫困的时候 也都会去教堂 拿东西吃或是面粉等等 这些都是跟美园时代息息相关的 甚至我记得美园时代 因为美园时代的关系 在台湾的第一份营养午餐 其实就是发生在1951到1965年之间 对 视频片应该是一个更开放的媒材 或者是说要跟现实有关 它不能违背真实等等 所以你用现在的眼光去看 那时候的证券影片 除了好笑之外 我觉得大家也会更有能力去探索 或分析那时候的时空背景 然后这样就可以回到 我刚刚讲的历史本身是什么 好 我们这次影讲里面 也有一些跟食物有关的 包括有一部片叫做 《起司的营养》 食物与营养 对 食物与营养的剧情是讲说 三个妈妈她们聚在一起聊天 参加学校的运动会 然后发现某个孩子跑得特别快 不知道为什么 那有一个孩子跑得特别慢 所以他们就去 然后故事就带入说 他们各个家庭是怎么养他的小孩 然后发现说 跑得比较快的小孩 他因为吃了美国的某些食物 所以他可以跑得比较快等等 那像起司的营养 它是说美国那时候通过了一个法令 就是他们的起司好像是可以外销 那这个全球化的浪潮 其实对台湾来讲也有受到影响 所以台湾那时候是像纽西兰进口起司 到台湾来 它应该是第一批进口的起司 对 所以其实台湾从吃到你的国家 变成也吸收了很多的面包 麦子等等的 就是其实我们说政策如何影响人 就是这样 大大的改变我们现在吃的内容 还有一个部分是在讲疾病 传染病 这好像是这次影展里面 我看到是外国人来拍这个片子吗 对 其实这次有两支 一个是叫疾病如何传染 然后另外一支叫做传染病如何预防 其实对照着看 一个是用西方小孩演出的方式拍的 然后另外一个其实它是动画片 就很难想象的 半个世纪前的动画片 对 宣导影片是用动画方式来处理 那你去看它的时空背景 其实都不是台湾 都是西方或者是中南美洲 包括那个动画里面 它有画到玉米田 画到那个家的样子 其实那都不是台湾 然后推测的话 那个是中南美洲 也就是说 其实美国当时候拍了很多 教育性的影片 它是推广到全世界去 对 那台湾只是它其中一个分支 那当这些影片到台湾来之后 台湾的像农夫会 或是其他的电影单位 他就帮它配上国语 或是台语 然后去教育民众 要怎么预防传染病 像我们一开始看了片头 他甚至说 接吻会造成疾病的传染 对 那你很难想象说 他说接吻会造成疾病的传染 两个model就接吻 就接吻 对对对 对 示范给你看 对 所以这一系列的影片 其实看到很多当时的台湾 是怎么生活 然后现在再回头来看 经过了这五六十年的时间 又在台湾留下了什么轨迹 是 我还蛮好奇的 你想要借由这样的影展 让大家看到什么呢 我觉得第一个是说 我们常常说台湾的观众 台湾人是很健忘的 对 那我觉得做影展策划这个单元 是让大家有机会去回顾过去 然后用现代观点回顾过去 这个是我觉得很重要的 那也会让我们的历史渐渐 有机会被爬梳 然后整理出新的东西来 对 因为据我所知 我们这个单元是找了一个 专门研究这个时代的专家 他叫刘志伟先生 那我问他说 你有没有看过这些片 他说他有听过 可是他事实上也没有机会看到 所以这一次的重新 把这些东西挖出来 我觉得是有很重要的意义 对 然后第二个是说 我觉得我们办的是纪录片影展 所以纪录片是我们最主要的主题 可是现代的纪录片 现在大家对纪录片的认知 跟五十年前大家对纪录片的认知 是不同的 所以如果可以构筑一个光谱 把五十年前的纪录片 跟现代的纪录片 放在一起 我相信大家会更理解 到底什么是纪录片 对 这个问题我还是很想要请问 所以你觉得 那个时候的纪录片 跟现在的纪录片 本质上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觉得那时候它 影像上当然是以教育 或宣导为主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有很多非常刻意的痕迹 对 那这些刻意的痕迹你在 如果我是五十年前的人 我可能不会察觉 可是现在是一个 资讯影像爆炸的年代 大家对纪录片的想法是说 纪录片应该是一个更开放的媒材 或者是说要跟现实有关 它不能违背真实 对 等等 所以你用现在的眼光去看 那时候的证券影片 除了好笑之外 我觉得大家也会更有能力去探索 或分析那时候的时空背景 然后这样就可以回到 我刚刚讲的历史本身是什么 对 其实你真的要回去看 我们过去走过的历史 你去理解它 然后你才知道现在为什么这样 以及未来到底我们要怎么办 没错 对于历史通常是看书嘛 对 可是如果你可以把好玩的影像挖出来 会让这个层面更丰富 也不会让大家说 卡到历史就觉得很无聊 可是事实上是不是的嘛 对 穆才自己在看这些影片的时候 有没有你是自己私心推荐 哪个是让你看得最有共鸣 我觉得如果 我非常喜欢那个疾病那两部片 疾病如何传染 传染病如何预防 然后还有糊涂老二 就是刚刚讲农药的那个片子 跟农家好 我觉得这几部应该算是 那个时代非常经典的作品 你说的经典的意思是说 散布的人最多 看的人最多 或者是他是拍得最好的呢 可以这么说 而且我觉得他的手法上 会让你非常意想不到 可能是 譬如说演技很拙劣 但是却演得非常认真 非常夸张 是 你就会发现说 他们为了要达到那个目的 那个宣传的目的 其实是无所不用其极 那这些技巧 其实后来也被运用在 其他的剧情片电影上 像我们今天虽然讲 美元时代的电影 可是事实上我们都知道 像李型导演最有名的作品 柯女跟养牙人家 那个作品其实他的前身就是 我们今天看的这些 所以他其实深深影响农业电影 跟台湾电影史的发展 好 今天非常谢谢木材 来跟我们分享时光台湾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 有兴趣的话 可以走进去影展里面 去看半个世纪前的台湾 长什么样子 今天谢谢木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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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